主席还有部长各位首长早安 刚听中委员在咨询有关这些假讯息啊 赖啊各种问题 我想我也先就叫那个部长 我们本党的主席 柯市长柯主席 他3月1号的时候也是因为身体不适嘛 然后就有这个报载 然后大量的网路留言 就说他得了这个武汉肺炎 甚至还送医 那这样的一个传言当然在网路上 如果没有及时出来澄清 确实会造成非常多误信误听 甚至会造成你们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就提到这个说 散播有关这个肺炎的流行疫情的谣言 或不实讯息 那本案当然这个市府第一时间出来澄清 也请这个刑事警察局做调查 那不知就这个后续的状况 在这个法务部或者是这个地检署方面 像这类案件 你们会有主动分案侦办之后的一种 出面向社会做说明说 这个涉及到特别条例这一款提到的 然后让大家对于这种留言 以及传播者 可以深心恐惧而不再多做 意思就是说这个特别条例定的这个 到底你认为有没有阻贺效用 甚至能不能用 跟委员报告 当然有嚇阻作用了 那现在法律通过了以后 我们会要求检察官还有调查局 要充分的掌握讯息 积极的侦办 如果说司法警察 包括警察单位 他们也是有权利来主动调查 所以只要个案成立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 极力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 因为检察官是因 告诉告发或其他刑事都可以分案来侦办的 检察官也有主动权 但是司法警察 他们更是能够第一线的来做调查 目前有掌握到这个案子到底侦办到哪里吗 因为刑事上面市长已经去上班 而且他第二天说他得的是诺罗病毒 那我不晓得市长也不会去 这个本身来讲 我认为就是说 当时正在修订这个特别条例 然后也特别给了这个法务部相关的 这个递检的刑事刑期的这个 嚇阻的重刑 就是说你涉及到三年以下 其实两年以下都是算重的 这个一个一个嚇阻性 所以我是很期待就是说 既然在这个防疫的期间 法务部自己的职责里面 是掌管这么重要的有关 谣言不实讯息的这个裁夺 那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加紧的去做 不管是宣导或者是实质侦办上面 因为刚刚看起来案量是很多 可是事实上好像还没有具体有一个案子 跟委员说明 在特别条例订定之前 本来传染病防治法就有刑责了 它只是单纯的罚金而已 但是也是可以依法来侦办的 我相信我们如果柯市长已经向警方来检举的话 那应该都会进行相关的调查 希望就是说这部分还是让社会各界能够知道 如果在法务部的这个宣传里面可以多加宣导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就是说明明不是的 但是造成的一个效应 透过网路 透过这种各种资讯的这个无法查查之后 转换成它已经送医了 甚至就是病危了 我相信这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不好的一个恶民嘛 那我希望这个法务部可以把这部分做积极的处理 那再来我想请教部长的就是这一次在防疫里面 因为这个我们法务部里面 自己针对这个矫正署部分有一个防疫的措施 那我想请教部长 目前我们在这个矫正机关收容的人数里面 有没有从这个所谓疫区来回来的这个收容人 新收容人当然有 我们会问他的接触史 或是他的旅游史 在新收的人犯当中 我们一定要确确的调查 如果有按照规定需要隔离的 需要检疫的 我们都是立即的处理 所以最严谨的态度来面对 目前你们认为在疫区 这个有被收容对象的指涉是中国 香港还有日本韩国吗 应该按照卫福部他所公布的 哪些地方要特别的做检疫或隔离的 我们都依照规定来处理 所以就目前来讲 昨天也紧急跟法务部调了资料 确实你们现在在收容的 1、2月新收容总人数是6968位 那从中国有21位 香港两位 那日本两位 韩国也有一位 那因为现在各这个全球 疫区我想这个正在开始蔓延当中 大家也担心会有群聚的感染部分 那请教在这个矫正机关里面 他第一个目前人数 还是在所谓的超收的现况下 甚至是很难达到减收的这个量 那不知道这一部分你们现在在隔离部分 是做哪一些防疫措施 这些收容人都有佩戴口罩吗 并没有所有的收容人都佩戴 但是我们的同人是一律佩戴 那如果有发生有一些病症的话 我们会马上做隔离的处置 详细的情形 我想我们矫正署的署长 他可以做更详细的说明 是 喂你好 那我们在矫正机关院 我们目前总收容人数是 5万9千7百人 包括我们职员8千5百50人左右 那么我们总共每天大概 都要7万人左右一个密集空间 所以我们在控管 我们刚刚部长也报告过了 我们在对中港澳或是来自疫情的 我们全部要入监以后 要全部隔离14天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配合口罩 另外 我们指定的隔离期块 我们内部 我们指定一个期块作为隔离区 那么这个要隔离14天以后 才可以再配到其他单位 那么这个部分 还有我们老年人 以及这个一个慢性病患者 或是有咳嗽 或是有发烧的 我们一例都配戴口罩 那其他的我们就按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包括进入介護区 一例都配戴 那外科室的我们通常就不强迫 还有我们其他收容人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整个疫情的发展 像我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紧急的在我们讲证机关去制作口罩套 八万个 让我们准备配合所有的收容人 所以收容人目前会有一人衣口罩的佩戴 目前是我们设定的这一个高风险的这个期块 其他的就我们会有各工厂的 我们会有这个发烧的 或是这个咳嗽的 我们都会给他佩戴 那未来在整个疫情如果有扩散的话 整个这个社区传播的话 这种状况我们会前面来花 是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署长有关这个矫正机关内部 目前看起来在整体量上面 确实是这个拥挤不堪 只能这样子说 我也不能说超松 因为这个犯罪人我们本身也没办法去说 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减量 但基本上现在在这个矫正机关内部 如果他还是比较涉及到 类似群聚性的这个空间 一人一床件事目前是确定 但是他还是一个比较群聚性空间 那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山东浙江或韩国 也确实有发生了 在这个监狱里面的群聚感染的事件 所以我想还是这个希望部长跟署长就确认 我们在这个矫正机关内 我们绝对不会发生群聚感染 也就是目前的防疫如果有不足的 包括刚刚讲口罩的配置 蚝蚊枪等等消毒液 重点是这些医事人员 跟我们的这个监所的工作人员 自己的自我保护 希望这个部分在你们的这个防疫的这个紧急措施里面 能够比较回归就是说到底在什么机制里面 可以做有效的隔离防堵 也就是我们本来期待防堵在境外 那我现在希望你们防堵在这个矫正所外 也就能够从这样的方式去让他不要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这个部分署长可以做其他提升方面的这个简报吗 是的 这个我们矫正所本来这个计划在2月26号 已经全部都能把它完成 那在下个礼拜 我们会要求我们矫正机关来做整个流程的一个演练 我们今年3月份 所有矫正机关一定要针对疫情我们的设置 我们的规范要全部演练 那就请署长跟部长这部分多费心 那我剩下一点时间还是就叫我们法务部 我们这个民众党我是新到的这个委员 那我们今年的优先法案是在提这个18岁公民权 那针对一线二法的部分我们已经提出来 也争取很多不同党籍的委员来支持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成年年龄这件事情下去 就是民法的部分 那我知道在这个第九届第八会期的时候 我们的主席也有相对的这个提案来提到 有关这个民法是不是成年年龄要下修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想部长应该也是支持 我想大家都认同在整个这个国际潮流里面 台湾在民法这件事情的年龄修正是延后了40年 如果要相对其他的这个欧美的国家来看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请教就是 现在是不是有启动修法的这个计划 我们一直有在研究这个议题 那也收集各地各方还有各专家学者的意见 那事实上我们也拥有很多的方案 那我想只要委员这边能够支持 或是说愿意提出提案的话 我们也会乐意的来配合 好希望这个会期能够得到我们防务部 这边明确的一个修法进程跟评估 谢谢 好谢谢蓝湘林委员 谢谢